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只是把它吊在那邊 欸為什麼你的嘴巴那麼紅 那是怎麼了 那是紋的喔 那以後都是紅的喔 沒有啦 剛弄好的顏色 阿以後呢 就會褪色喔 嚇死我了 嚇死我了 上面會不會冷 好冷喔 對 我們今天是來 來 既然把人家的冷氣借出來 我們就要好好的拍一下對不對 上次我們是在哪裡拍 在家 店裡拍阿 只是拍它的功能而已啦 那我們是覺得說這一台應該是適合什麼 適合這樣 帳篷 對 帶去錄影我覺得應該是很好用 但是我們今天是拿來 用我們的車頂帳 這個車頂帳放在屏東已經放了 一陣子了啦 都沒有時間下來弄 沒錯 那我們這次就把它 試看看今天的冷房效果到底如何 那是總覺得我這個車頂帳很好 蛤 質感還不錯齁 餐餐裡面還有做好那種小收納 做什麼 做好多小收納 小車什麼車博 其實小車齁 如果你的車齁沒辦法 在裡面睡覺的齁 你就把它往上嘛對不對 對 你就找一些可以 像這樣子睡覺的一個博點 那雖然我們今天是在哪裡 我們在甜甜的地方 嘿 在屏東 喔 會不會難 應該是說冷度夠嗎 對 這不能擋到 像這樣 喔 嚇壞 一天風 不是這天風而已 這天是 這天才有很大天啊 這大天的風 對 喔 OK 其實這樣就可以了 那沒差 這大天 對啊 你應該放在側面才會 你說從側面進來 對 側面沒有地方放 對 因為我放在車尾巴 對啊 因為我車尾巴剛好 我們是放在車尾巴 車尾巴剛好有一個什麼 欸 燈咧 可不可以看一下 我們車尾巴這邊剛好有一個 對 來 給我一下燈 有一個行李箱 欸 我的燈不是有兩盒嗎 一個而已啊 一個 他只有送一個而已啊 對啊 像這樣 有沒有 沒有 不能吸喔 沒有啊 沒有吸啊 因為我買的是鋁合金 用綁啊 用綁啊 用綁子啊 對啊 啊 問題是你沒有 沒辦法吸啊 就吸不了啊 啊 這鋁合金啊 對啊 啊 全部都鋁合金 所以就用綁子啊 去放地上就好啦 放地上 嗯 對啊 你要放這樣 你可以睡覺 可以啊 這樣兩個人空間還蠻大的 很大 可以可以 很可以 我們這個蘋果的才90公分 那這個咧 我現在是120 這有120公分喔 對啊 寬度是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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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啦 那這個 這上面是零格紋啊 然後這是 小的像收納 欸 像這樣子 放手機的地方 後面也有 後面也有 旁邊這邊 這邊也有放 兩邊這個 然後它有收鞋子的地方 我看一下 這個 這是旁邊的 然後還有另外這一邊的 OK啦 然後兩面是可以透氣的 那因為我們開著冷氣 所以 所以 我們就 不讓它透氣 那如果可以的話 如果你這台冷氣是 你買來專用的 有些人會在這邊打一個洞 你知道嗎 這裡啊 這裡做一個洞 但是 不建議啦 因為 你那個蜂蟲這邊過來 其實 冷媒是不會漏掉 因為這裡面的涼度 體感溫度 真的很 夠 睡到最後會感冒 真的睡到最後會感冒 不錯啦 這樣睡也是可以 好 再來我們 這邊測試完以後 就要出去實戰 好 那等於是這台小轎車 未來是可以加入車過了 好 明天早上 再拍了 晚安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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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真的睡到會嫩 好 你看 而且我們還沒有完全蜜合起來 這蜜合起來很可怕 超冷的 睡到幾點 現在幾點了 8點 零十分 reliably 我們在想說 這個床墊 如果把它 做成兩塊 然後有天窗的 就可以直接爬上 這樣也不錯 要看車子 就等於什麼 這如果箱型車啊 也可以這樣玩喔 割一個洞就好 自己摳就好啊 它這個有天窗款啊 沒有 它這種沒有啦 這邊其實這自己弄就好了 要加一個框就好了 打開看一下 它下面是什麼 只是挖一個洞會不會怕 結構會有問題而已啊 樣品啊 改天啊 這個玩一陣子再來拆吧 再來割 但是你這個要先 可以啊 但是你這個要先把它做成兩塊才可以 因為你兩塊一塊就推過來 這邊就可以上來 這是先頂的概念 對 做先頂的概念 就不用從那往 我們就可以直接爬到車內了 從車內爬上來跟從 從車內爬上來跟從 側邊 這邊 上下走樓比較好 對啊 但是我覺得 應該用在休旅車上比較好 比較好爬 用你爸那一台啊 我下載它的 它的那個APP系統啊 其實如果你今天在帳篷裡面 還蠻方便的 注意看喔 我把它 調 然後 風速我剛剛調到最大 有沒有 感覺到那個風 風速越來越小有沒有 然後 溫度 可以往上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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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速 我們昨天大概調大概 這個 22度 像這樣 然後這個可以送風 然後就是 智能 這樣 風速小一點 然後還有一個節能 那 節能 它如果溫度達到 它就會自己關掉 現在這個聲音 是外面那個電風聲的聲音 那是電風聲的聲音 20 緊張